大家好 美国总统川普又露怯了 喜欢夸人 夸自己 大话说多了容易露馅 美国川普 说美国11月1号已经开始研发疫苗了 希望年底就面试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表示 美国元的记者会上说 他说原话 我们努力快速的开发和生产新冠病毒疫苗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从1月11号开始研发疫苗 想想看 就在病毒遗传基因密码被发布到网上的几个小时内 1月11号 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时 他们已经在试图研发一种疫苗 但他们甚至不清楚面对是什么 然后我的政府削减了繁琐的步骤 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疫苗研发项目 我相信特朗普是真心诚意的夸自己 也是夸那个疫苗研发的科学家 但是这个1月11号有点太恐怖了 我记得中国封城是在1月20号 1月20号 24号 春节 那么他是在1月11号已经开始研发了 很有意思啊 我想说啊 这会让美国总统川普再次陷入一个逻辑的陷阱 那么首先啊 底层逻辑 那川普知不知道这个病毒 这么严重啊 第一点 他如果是知道 他如果知道病毒非常严重 他1月11号开始研发 但是 后面 1月11号的知道病毒很严重了 就开始研发 但是后面过了 美国第一例 纽约第一例是3月1号 他1月11号 接近过了两个月 过了两个月以后 美国人 还没有注意防护 还是没有 大量的囤积口罩 还是没有做任何啊 这个 你说封城也好 或者是不封城 这个限制性措施也好 没有 那你说他知道吗 知道不做 失职吧 白宫 特朗普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啊 他有时候说这话吧 自己把自己 掉到自己挖的坑里了 刚才讲了 两种情况他知道 还有一种情况他不知道 你说总统先生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但是美国的这个 科学家都知道了 你不得查查吗 科学家为什么1月11号就知道这个病毒 要研发疫苗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得查一查 现在老说中国 提前怎么怎么样 提前 隐瞒了 你科学家1月11号就开始研发疫苗了 你美国总统不知道吗 是不是得查一查 那什么意思呀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病毒需要疫苗啊 他怎么知道这个病毒 这么危险呢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得查查他们是怎么判断出来这个病毒 会影响到人类这么危险 啊 1月11号开始研发疫苗 动作好快呀 动作好快呀 啊 是不是得查一查呀 这里边问题我觉得要查确实有问题 怎么其他国家都不研发 你说科学家对这个着急 怎么其他国家好像都没动静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那我们中国人想是不是你放的病毒 你发现的病毒然后泄漏了 然后赶紧就研发呀 是不是呢我们得怀疑合理怀疑 所以呀 你有时候看美国总统干这些事啊 你会说他自己呀 不能自圆其说 对不对 哎呀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这个病毒啊 现在这个事实让美国 骑虎难下 他怎么说怎么甩 甩不出去 这个逻辑上说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美国啊 我觉得川普最简单一点 诚实 诚实 有可能还得到老百姓啊得到人民的意志 怎么说呢 觉得你也不是完人嘛还原谅 你不诚实你这么胡说八道天天就这么胡说 最后只会不断的打自己的脸 就像那个那些造谣的一些 你说他昨天造谣 不能自圆其说 不能自圆其说他用后天大后天的谣言来圆今天的谎 最后呢拆穿以后他以前的所有的发言所有的那些东西 全部 来打今天他的脸 你说你造这个谣说这个假话最后呢 不断让人揭穿 你说你以后怎么办 这挖坑给自己跳 我觉得这个川普不聪明 不聪明 诚实 不是美国人不都讲诚实吗 美国人 那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诚实呢 非得给自己脸上贴近 真诚一点 特朗普真诚一点 抹黑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可聪明了 可厉害了 手段可高了 又封这个号封那个号 把我推特号也封了 告诉大家我又新弄了一个推特号 在下边 在下边 我这个 视频 视频下边有 自己可以去找换了一个推特 哎呀 封我的号 你说你这么不诚实干嘛呀 是不是你现在你正在弄的这些东西大家傻子都能看清楚 逻辑漏洞太多 川普啊多看我节目 笑吗 这不是笑吗 1月11号已经开始研发了 谁下令的你下令的你下令的你后面行政就失职 都下令研发疫苗了不知道买口罩不知道囤积呼吸机那死的那帮冤魂是不是来找你啊 你说你不是你下令不是你下令的那帮科学家怎么怎么自己就开始研发上了 别的国家都不研发就你研发 你得查一查病毒来源是不是你美国是不是失职啊这帮科学家 他怎么知道这个病毒需要疫苗了 需要全世界大范围流行 是不是得查一查呀 真诚 川普总统 真诚点 另外我推特号别疯了 别疯了老麻烦了 每次都重新注册 啊 马上